钱宏禅他加穷 他从七岁开始玩跳水 跳水不要钱 跳水是没有消耗品的 我认为他很孝顺 那他把营养吗谁下来 为什么 他妈妈生病 他这个成功是在他的毅力 把他吃饱 他一跳到水里面我会看到 没有水花 水花消失了 他潜力无限 好我们持续来关心 同样也是奥运 尽管潘展乐夺冠已经是事实 但是西方的运动员 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的猎杀行为 这一回又把矛头指向了团体赛 我们来看到这位是英国的蛙王 他是皮弟 对中国大陆在这次巴黎奥运游泳的 最后一晚的接力赛 获得胜利公开提出了质疑 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 面板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如果你不公平的获胜 那么获胜就没有意义了 这次的赛事我们也来稍微了解 目前的得分是中国队 在男子400公尺混合式接力赛中 夺得金牌 第二名紧追赛后的是美国 法国第三跟英国的第四名 这次有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大家很关心的禁药检测的问题 在东京奥运前面 曾经做了这个禁药检测 23名大陆的游泳选手都是呈现阳性 这当中四位金牌得主中两位运动员 名字叫做谭海洋跟孙嘉峻 没有被禁赛 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反禁药组织 确定他们只是受到食物污染 所以还是可以继续的比赛 西方媒体在跟运动员在继续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 仍然是继续追着这件事情打的 不知道永明老师如何看这件事情的震荡性 对 我觉得我们先要厘清 就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第一点 你刚刚提到的 这是2021年东京奥运之前好几个月 在中国大陆自己内部23位中国的游泳学手 在做集体受训的时候 自己检测出来 怎么含有禁药反应 然后第一时间中国的单位 就报告给世界反禁药组织 就叫挖打 因为不会23个人同时都吃禁药吧 这个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而且在他们自己几个月的集训之前 所以这一定有就是说受到什么污染 那调查出来他不是说 饭店的这个餐厅受到污染 他如果怎样吃禁药 应该是个别或者是怎么样 也不会自己去报 挖打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 就开始来做调查 挖打经过调查之后呢 他觉得挖打是世界性的组织 他做了调查之后 他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报告里面 所呈现的证据没有问题 所以就让他们有一些合乎奥运资格的人 参加东京奥运 然后呢 到了东京奥运结束了 西方就开始不断地吵这个问题 就说那他们再找一个瑞士的检察官 整个再来检视这个程序 瑞士的检察官说没有问题 最后到今年年初之前 国际奥委会也整个来检视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在这个压力之下 那挖打就开始对 要参加这一次巴黎奥运的中国选手 就开始要求 你要增加你的要检 那这个要检 是不是有理由呢 那当然你可以说 你因为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 好吧 可是呢你知道 从5月到7月3个月的时间 中国的游泳选手 平均每个人接受21次 包含这个潘展乐 而澳洲选手呢 这3个月只有4次 美国选手呢 这3个月只有平均6次 然后21次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阳性反应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直到7月30号纽约时报 还在说 中国在2021年有被检测诸禁药 所以呢这一次的巴黎奥运 合不合规定 到今这个奥运开始之前呢 挖打就跟美国杠上 挖打说你这个是政治操作 我们检测了这么多 然后呢整个看这个过程 还找了位置检查过来看 美国就不接受 美国就通过一个国内法律说 只要美国参与的这个运动会当中 只要有一定要确保他的公平性 这就叫常被管辖 因为会牵扯到刑事的管辖 那将来如果下一次 2028年到洛杉矶奥运的时候 中国进入到这个美国 中国被软禁了怎么办 看只要你不断的 而且这一次秦海洋也说 他其实连续的21次 他更多了 他更多 因为他是上次这个名单当中 他攀展了还不是 那他就说他其实整个生活布料被打乱 他这一次你看他没有得金牌 可是你看到最后男子混合400公尺的时候 他在那挖室里面他游第一 其他三个也都是这三个国家 美 英 法的这个No.1挖室的 可是他个人比赛的时候 他说他受到影响 那我必须要讲 美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现在在田径场上 马上要跑那个男子200公尺的 叫做Nighton 很有名的人 他在3月26号被美国自己检查出 他用类固醇 禁药 那是禁药 而且是很严重的这个禁药 结果美国的US Water 就说他是受到食物污染 他就让他参加 然后跟国际奥委会 根本不报告这个事情 后来最近是个事情来爆发 所以美国第一个 Double Standard 第二个 我们看到从WADA到瑞士检台官 到这个国际奥委会 这个不是中国自己讲的 他们自己针对2021年 在东京奥运好几个月之前 集体的有禁药的反应 中国学友这么笨 我再讲一次 23个人集体有禁药反应 然后以及在这一次比赛之前 所有中国的选手 21次的检验 我是觉得这里面 真的西方在 就是说对于这种传统的 美国主导的运动项目当中 看到中国的表现 很难以去接受 那觉得说也许 这个禁药是不是一个因素 就不断地在炒作这个东西 可是都忘记了自己 其实才是禁药的使用的最大的记录 然后也是同样的标准 双标对自己的选手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经验的学习 那我们看到现场上美国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选手们 大部分人除了这位英国的 因为他大概得第四名了 因为否则的话 他就可以拿个金牌 拿个铜牌了 大部分其他的选手 其实都接受 都认为中国的选手表现 是很好 值得肯定 也不认为他们有用禁药 因为他们也都接受 有禁药的检测 而且远不如中国的次数这么多 好 永敏老师 特别提到美国双标 您有怎么看的留言 来跟我们做讨论 我们持续看到 这一场的奥运会上 我们还要来关注到的是 跳水项目 女子担任十米高台的准决赛 国家队这一位是金红禅 还有陈玉子 陈玉系已经晋级决赛 目前看起来夺冠的大热门 是在全红禅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他 他的小档案 七岁接触跳水 十一岁被选入广东省队 上街东京奥运年仅十四岁 就拿下了女子单人 十公尺高台项目金牌 全红禅其实他家境很辛苦 可是他很懂事 五个兄弟姐妹自己是第三 哥哥初二还没念完就辍学 任职厨师 姐姐在奥运夺冠时正就读高中 另外他还有包弟包妹 都在练习跳水 在体育学院 那他每个月省吃检用 就会把钱寄回家 然后供母亲来做治病 采访的时候 他也透露之所以学跳水 是因为误以为不用读书 网友听到都笑翻 所以称他做很可爱的 叫做产宝 有这样子一个称号 他跟郑清文确实不同 郑清文投资非常多的金额 父亲嘛 投资在他身上 大概两千万人民币 产宝非常的辛苦 但是人造就不凡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他又不一样 刚好跟郑清文两个 刚好不同的 那个郑清文那个是 网球名将 他这个要钱 那全红产的话 他家穷 上面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下面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他老三 他下面是妹妹 再最小的是弟弟 家里一家五口 一家五口就是穷啊 那穷是什么 跳水 因为跳水不要钱 你就有一套 泳衣就可以了 那个场地嘛 那个游泳池 跳水是没有消耗品的 你就是个泳帽 一个挖镜 然后再一个泳衣 就这样子了 不要再买了 不要 球鞋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了 因为为什么 那他穷 穷穷才在哪 穷穷才他身高才150公分 就1.5米 你看个头矮 那加穷 他就选这一个 他从七岁开始玩跳水 大家看到 然后在东京 在东京奥运的时候啊 他才13岁 他现在才17岁 4年后他就17岁而已 他才14岁 现在17岁 还是个高中生 你看他进入广东省运的时候 他才几岁 广东省运的时候 他才11岁 11岁是国小 还没有读到国中 因为国中是12岁 你看所以他 他非常小就开始了 我认为钱鸿茶 你不要看他这个讲说 因为跳水可以不要读书 我认为他很孝顺 因为他妈妈生病 他妈妈生病的话 我们知道 那国家要培养这个运动员 有营养费 那他把营养费水下来 为什么 因为跳水我们知道 跳水身材很重要 他就流线也有 不能太大 太大 你的水花大 你小 水花小 你大长当然水花会大 你看他那 他一跳到水里面 我看到没有水花 消失 水花消失了 人已经下去了 他这个角度刚好 这个是完美的主要 他又不是海豚 那海豚可以没有水花 他不是海豚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身材刚好 没有大长 刚好 然后进入角度刚好 就没有水花 感觉到好像人没有跳过一样 那就是满分 那个 在东京的时候 不是讲这一次的 法国的 巴林奥运 在东京的时候 人家裁判了六个 通通给他离十分 因为十分就是满分 通通十分 因为他没有水花 通通十分 只这样 所以他拿到金牌 这是实至名归 我要认为 他成功是在他的毅力 他毅力还不怕吃 他愿意 因为有点 你要知道 这个十公尺三层楼高度 因为一层楼高度是三公尺 三层楼才九公尺 超过三层楼 你要不要怕 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 那个水 有人看他会怕的 那么高 掉下去还得了 那这水他是很习惯 他已经有那个水性了 第二个 兴趣 全公尺是在他兴趣 他喜欢玩水 从七岁就开始 他现在才十七岁 我认为他的职业生涯 他还可以得 好几面的奥运的金牌 因为他年轻 他还没有成年 十八岁才才成年 他现在十七岁而已 才高中而已 连大学都还没有进过 所以我认为他潜力无限 最后一个 我认为他全程投入 就是说你完全忘了我 你忘了我 就跟我们飞行一样 你当忘了紧张之后 你才会飞得好 你这紧张状态 你一直在消耗 你在消耗 你在分神 他已经忘了 那一忘之后 就全程投入 是这样 我在萨尔瓦都看他们踢球 他们穷 他们就会 只会有那个球球 球球就那个球 不要有钱 然后穿个破鞋子 他们穷 兴趣在那边 然后他们踢球 他们都忘了我 踢得好准 他那球到哪里到哪里 我一看 哇好厉害 他们这个是足球大国 一个小国家 变成一个足球大国 因为这在哪里 在兴趣在毅力 好他有多有毅力 其实他的广东省 跳水队的教练 何威夷 曾经透露说 12秒 他能够做完 10次的肋目架 腰腹训练 另外一天跳水 300次 多困难啊 Ross怎么看 他成功原因 我觉得除了家庭之外 我们刚刚 蒋进有讨论 对这个 郑清文 家庭的重要性 但是这个也显示 这个小汉宝的成功 也是显示 有一个国家体系 也是很重要 所以成功 在国际赛事 成功的国家 通常都有一个 完美的国家体系 他们会找到 有希望的年轻人 然后有钱 给他们训练 才能成功 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显示 真的需要一个 一个国家体系 我最近有很多 相关新闻说 为什么有一些国家 虽然人口大 也有人口小的 就是连人口大的国家 没有得牌 他们一直在 国际赛事是不成功 问题是在于 可能是国家 人口都国家穷 投资在运动 投资真的是不够 所以真的需要一个 国家体系 才能成功 全世界的焦点 通通放在了奥运场上 因为现在进入到了 倒数关键周了 几乎每一场的赛事 现在都叫做夺牌战 那这段聚焦 一样要锁定在 泳池赛场 因为过去这都是 西方称霸的水中竞赛 今年大陆 一直不断在刷新记录 我们来看到 最新夺牌项目 是男子的 混合接力 400公尺的这个比赛 大陆组又再度逆转夺金 而且中断了美国 在这个项目 40年的历史霸业 那最后一棒的焦点 还是他 潘展乐 最后25米 他冲出来 现在有个新称号 叫他中国飞鱼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精彩的 竞赛事的赛事当中 好 400公尺的混合接力 男子比赛 那中国队派出 第一棒是许家瑜 最后一棒 依旧是潘展乐 那在这一次的比赛 潘展乐最后 在这个100米的 这个项目当中 他是以 45.92秒的 创新记录 又再度完成 所以帮助中国大陆在这个项目当中 逆转夺金 这个项目过去都是美国 称霸天下 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了 我想先问一下蔡委员 我们看一下 再次来讲 这个中国飞鱼 潘展乐 他在奥运会上 这一次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火烫 之前100米的 自由式决赛 他就已经创纪录了 那这一次是在 混合接力当中 带领了大陆队 再次逆势夺金 赢了美国 赢了所有西方国家 所以过去大家都说 这个泳池赛场上 谁说中国人做不到 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美国人 尤其运动界 常常有一句话 游泳池是白色的 也就是说 只有白种人 可以在游泳池上面 乘胜 这个货金 可是 以前 也有日本人 曾经闯进去过 可是很快 被淘汰下来 就没想到 来了中国大军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两个 日本人以前表现就是一个 搞不定两个 现在中国是一群 所以中国飞鱼不是一只 是好一群 通通来了 这证实说 中国体坛界在推动这个 游泳池的这项运动 不管自由式 碟式 捆核式 接力赛 还有跳水 跳水等等 表现都出乎西洋人的想象之外 尤其是潘展乐 他 躲到第一个金牌 才19岁 第二个金牌 就是满20岁 刚满 因为他8月4号生日 刚满 刚满 那这样的一个速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人 澳洲人都很不服气 这个牌也不是美国 就是澳洲 不然就是 就加拿大也拿过 不然就是欧洲这些国家 对 就是欧洲的国家 都是白人为主 怎么来个黄皮乎的这么行 我们看潘展乐 他既有训练 更有天分 你看到水中的那个游泳 他在100公尺 破纪录的那一刹那 你只要看个他 因为游泳池不是100公尺 游泳池50公尺 所以他50公尺要回头 那个回头的力道 不管是姿势的顺畅的优雅 还有速度弹性 都是上层之座 光那一踢回来的话 就把别人 已经落后他 快一个半个胸膛了 所以其他后面 刚才是躺骨骑后 所以拿下了 中国有史来第一面 100公尺自由式的 这个金牌 这个最难拿 对咱们中国以前说 我们可能体力比较差 体型比较差 但这个都不是问题 已经可以用个人的努力 给他天分来达成 那美国人当然不服气 你有没有吃药 兴奋机 一天查八次 查几次 看看能不能查到你一个猫腻 甚至用这个方式 来武器化 故意打压你的成绩 好像其中有一个选手 也有发生这种效果 女子方面有这种效果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吃你耐套的 有些人都能够挺得过去 像潘长他都 聊几次没关系 反正我都配合 他的心理状态 完全不受影响 这个很重要 数字 完全没有压力 而且年纪那么小 有这么大的抗压力 非常不简单 再加上他的体型 以前被认为 不如西洋人的体型 他没那么高 其实 有时候高是不是一定是优势 这个在游泳池里面也很难讲 就像跳水的时候高就没有优势了 所以这一场给中国的游泳运动员带来了无比的信心 我们不一定要 其他项目 我们可以直接挑战 最难的100公尺自由市 就像说田径赛里面 100公尺短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每一次都被黑人给 给这个占据这个赛场 没有关系 我们一向一向来 因为 这个 这一次的 这个大中国队表现都很好 中国这个表现那么多好 而且香港也拿了两片金 那台湾也拿了一片金 我觉得都是好都是好的开始 而且其实大家知道吗 这一次他在先前 潘泽人在先前100米的这个决赛当中 他当时是46.40秒 但是在这一次的混合接力 他又更创举了 他45.92秒 就是他一再地突破自己 所以我眼里怎么看 那当然你刚才讲的嘛 西方国家就会酸 现在叫他中国飞鱼 但是先前的飞鱼就酸他了 先前那个飞鱼费而捕之 他就讲了嘛 他就说他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说你要以超过一秒的优势 去赢这个100米的自由用 因为他这个是很短书 是要急速爆发力的 他说都不太可思议 这样的成绩他说闻所未闻 他当初是说46.40闻所未闻 可是他又破了 他现在在混合比赛当中是45.92 对 更快 所以你怎么看西方真的很酸 混合赛的计算 跟那个单纯赛的计算 不能够拿来直接类比 这个我们在运动的科学上面 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表现很棒 这个澳洲飞鱼 他当然会吃醋嫉妒 他讲过一句话说 这个是 这不是人类可行的 那他自己以前也不错 就是说 你要顾面解读 就是说他怀疑他的成绩 人类不可能有这种成绩 那正面解读是说 我们就是跨越了这个人类的一个 过去所创造的期限 澳洲飞鱼 他其实 我们要怎么讲他 不是我们现在赢了 就故意酸人家 也不好 但是事实上就是 他是被奥运核准 可以服用抗忧郁的药 他有在服用 那没有关系 我们遵守规则 只要 只要奥运许可了 我们就接受 我们很坦然 当然有一些争论就是说 你服这种抗忧郁的药 是使得你的表现会更好 这我们不去争执这个东西 那只是说中国不能服用兴奋剂 如果你奥运这样定了 可是你美国不要拿这个当武器 这个是非常 不够约翰的好不好 好的确 那我们一起来看到 来看到这个画面的另外一头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次讲到潘展乐 潘展乐觉得不可思议 是他年纪真的很小 他2004年8月4号出生 一直讲他刚刚才满20岁 他拿低面金盘兽 其实才19岁 但你看到今年不止他 今天你看到中国这一大票 中国大陆这一票 00后大军真的一个比一个 在场上厉害 全红杉2007年最小的 在他的搭档陈宇夕 2005年出生 还有谁 孙颖沙 孙颖沙2000年 王主卿桌球的2000年 这一群00后的真的叫做年纪小 但他们很冲 我想问一下严老师 你看我们如何来看这一块 大陆这一群00后的这一群军团 他们其实中国这一次代表团的 得牌的这些得主 超过六成就是00后 可是你相比其他世界的国家 大概就是四成 他们这一批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厉害 我想第一个就是先回应一下你刚才提 判断了也不算太个子小 190公分 我觉得 只是相较这两百西方都破两百 但是对于东方人这样 190不错了啦 真的是可以都可以 篮球都可以打 但是看他们这一些 我觉得表现得好 那过去刚刚也讲了 药检查得很厉害 不过我觉得美国今天开始 可能会好一点了 因为现在得牌数终于追上来了 美国追上来了 金牌跟大陆一样多了 就不会这么多酸盐酸盐了 对 因为之前一直落后 你知道吗 那我也批评美国 因为美国最糟糕什么 他拿了一大堆铜牌跟银牌 所以他就说我们算总牌数了 不算金牌了 那现在平手了 平手他就赢了 因为他其他的牌比大陆多嘛 那可是我觉得美国现在是紧张了 就是这么多00后的年纪轻 那而且是在一些不同的项目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 就是美国过去会 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 比如说韩国可能是这个射箭 对不对 他们就是有女子射箭 就是有一些项目 他们会觉得这是你们的 我不跟你们争了 可是游泳这是我的禁卵 怎么可能让你进来 就现在进来了 那问题会是全面 我觉得包括 我觉得像体操项目也是一样 亚洲的选手越来表现越好 我觉得这点美国也要慢慢 要开始要接受这一些 那吃胃 我觉得美国会吃胃 但是你现在要看的是 我帮美国稍微化解一下 它的难度好不好 说我们奖牌你看 跟中国拿一样多 可是我们人口只有它四分之一 这样就会好过一些嘛 对不对 而且美国应该这样想 还有一个超过我们四倍的人口的硬度 那个奖牌简直不能砍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就算算 美国奖牌其实表现得不错 不过大陆我觉得过去 大家美国会讲说 他说你看你们这些00后 都是经过很严密的训练 而且就是在中国经济起飞之后 这个整个的我们讲预算也好 或者对于这个运动的科学的研究 甚至是这个营养 甚至怎么样来打造一个好的体质 心理的素质的 我觉得他们大概全面都有做 那可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也应该去想想 你去批评比较威权的国家 可能好像把运动稍微太注重 你美国不注重吗 美国这些所谓培养奥运选手的 那个体操队那些 也不遑多浪 我觉得你不要好像讲的是 我们现在回头去想奥运100年前 那个时候是个人业余的 不是职业的 现在已经完全几乎就是职业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的确而且为什么紧张 因为这些零零后你不要看 他们只参加这一届 以他们的年纪一到两届 接下来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西方国家就要讲话 我们来看一下连国际奥委会都跳出来了 国际奥委会怎么说的 国际奥委会这样说 在8月2号的最新发言 说中国的游泳队 今年是已经要减了600多次 他说这是巴黎奥运上目前接受 兴奋剂检测最多的队伍 那当然这段话听在中国大陆 网友心里就不是滋味嘛 你对比一下 我们用照片来看 他说你看看这些美国队的选手 每一次比赛完 那个脸都晒成像这样子鼠队的状况 他说到底谁有吃尽药 好像看起来是不是你怎么不管一管美国呢 而且来看一下 这个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系的教授 他也这样讲了 他就说 他说美国跟西方国家这些媒体 他似乎是在用要减武器的话去干扰了 所谓的中国队的训练 所以夏伟哥你怎么来看 现在好像从这一届奥运开始 他们这个西方国家跟美国 似乎就开始把这个要减 成为这个好像霸凌中国的武器之一 应该这样说啦 其实我是觉得大概应该是这几年来 就是因为西方社会开始对 中国大陆的一切的这个 产生这种不信任感的影响 也就是说因为原本他们可能认为 基本上中国大陆在政治上来说 还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 但当你这个规律打破以后 那这个时候西方人就会觉得 你中国说的东西 我还有什么可以信的 其实这几年在西方还蛮弥漫 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特别又像如果大陆的这个游泳队 表现又那么出色 那自然而然西方人就会很自然的 就认为说 你们这东西是不是有什么鬼 所以我就从这个 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去强化这个要解 当然你说是不是霸凌 某种程度来说 这样一个平凡的这样一个密度来说 那的确毫无疑问是一种霸凌 但是我刚刚讲就是后面 其实对于西方人来说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包含在 意识形态上的不信任的出发 那当然你说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这几年 其实他们为了培养运动选手 那么无论程度来说 有点甚至像这种举国体制 那我其实当然你说 像那个刚刚言老师说 现在的这个奥运选手等等 基本上都越来越朝向 这个专业化来发展 但其实毕竟在西方的社会里面来说 的确当然你说像之前 那个美国原本奥运的选手 基本上是应该是非职业选手 才可以参加的 但是你看后来 逐渐在比如说赞助等等 进来那个越来越放宽 甚至于像那时候 好这个篮球列为 连篮球这个事情 就是当然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 基本上大部分的美国 参与奥运的选手 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好就是属于这种非职业性的 或者说他可能在这一项竞赛中 有比较那个令人寡目相看的 那个成就之后 被美国纳入国家队 然后送到那个 Corado Spring去 那个加长训练 这个的确我相信也是有的 但是整体来说 他们这种训练的模式 跟中国大陆这样一个 举国体制所产生的 算是国家精英 来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它在本质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东西方 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 相互冲击的一个冲击点 小朋友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奥运了 大陆的选手潘展乐 在男子100公尺的自由市决赛 缔造家机 以46秒40成绩 帮助了中国大陆在此项目 摘下了对死的手机 在奥运场上比的是技巧 心理素质 赛后其实呢 年仅19岁的潘展乐 说的当时的得奖感言 他用四个字叫做一雪前尺来形容 他也唯唯道来 其实在比赛之前有受到一些委屈 他说呢 之前呢 他在包括了游玩接力赛之后 我和查马斯 好查马斯是当时这个奥运场上的奥运游泳的运动员 打招呼他完全不理我 而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美国的队员甚至故意的踢浪花 往我们教练身上溅 感觉是看不起我们一样 那他也特别强调后来他得下金牌嘛 憋着一口气我们国家这么多人的希望 在下水前一刻我终于感受到了 我们看到他夺下了金牌 第二名的这一次澳洲选手查马斯 反倒啊 这个态度一改 在领奖台上面主动伸手和潘展乐 互动表达祝福 我们知道自由市一百公尺过往 被视为西方运动员的池子 对亚洲人来说其实相当的不容易 委员如何看 先来看他的这一席发言 那也证明了什么 在西方文化 尤其是欧美文化 当然澳洲也是欧美文化的一环 他们那种奇怪的英雄主义很特殊 他永远崇拜打败他的人 然后他觉得可以打败的人 他就相对的瞧不起 完全不像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要讲究一浪而生 他们关了你完全被这个东西 在自由市的游泳池上面 也不错 你说说咱们东方人 咱们中国人 在地方老是讨不到便宜 你可以听到说 蝶泳的我们有拿过金 那什么 自由市 这个几乎是白种人的天下 一直都是 所以难免这些白种人的选手 看到咱们黄种人 中国人就有点的鄙视 你想跟我竞争 一定是手下败将 所以他们这种心态反映出来 他们没有文化 没有尊重别人的这种 运动场上的这种态度 所以我们这位潘展乐 我们这年轻的选手 他就会觉得 这些人实在是 我跟他打招呼 他也不理我 他故意游泳 还故意弄水花 对 他可能不理谁 其实西方人那种态度 是那种英雄文化里面很幼稚的表现 真的是超级幼稚 你只要看到西洋那种摔角选手 上来就要故意大吼大叫 然后把对方骂了狗血喷头 说了一文不止 后来日本也学了这一套 所以日本人他自己觉得也是这一套经常 像这一次的桌球比赛之前 他们有一个叫张本志和 接受访问的夸大 我一定要把中国队打在地上 结果没想到一上来就被北韩队给打垮 还不用中国队出手 所以日本一家就觉得好受羞辱 怎么我期望最高的 他真的这一队是张本志和这一队是 日本有史以来成绩最好的桌球选手 那也真的大家事前都看好说 可能会打败中国队取得金牌 男女混双 这个是超级难打的 结果没想到突然间跑了北韩队 就被北韩队当场都皱在地上 哇 那个羞耻心更高 更不要想 后来他们之前很奇怪 日本媒体开始期待 搞不好北韩队可以打败中国队 那这样我就不是很差了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北韩队 中国队两三下就KO了 所以你要知道这种运动场上 那种有时候不太健康的精神 会不经意的流肉 那中国的小选手 他可能一下子无法体会说 哎呀 我不是全世界跟中国人一样吗 都要对待 即使你成绩比我差 我要对你磕磕气气 相互尊重 他一下子当然就觉得受委屈了 受委屈了 不过受委屈了 他能要维持他的心理很高的素质 因为要在100公尺 我一看46.4秒 我老天爷 这什么数字啊 像刚才我跟将军讲 我们以前随便游到一分钟以上 更不用讲说 我们台湾运动 那个什么竞技比赛的时候 那个100公尺的自由式 那是一种超强的体力 那是一种超强的那种爆发力 那个只有你们连思考的时间没有啊 那个声音一响到啪嚓 极快的速度冲上去了 所以这种冲上去了 大概在前面几 差不多几秒钟就决定胜负了 那体力能够熬到最后 那个心理的素质 那身体的素质 是一定要到高度巅峰状态 而且攀展都还打破自己的成绩耶 他以前似乎也没有这么好的成绩 进步了0.4秒 你会说进步0.4秒 好像不觉得怎么样 你知道吗 运动员在那种最尖锋 最边际最极端 能够有个0.1秒 就很了不起了 他一下跨越了0.4秒 为中国在奥运历史上的自由式 最难的渠道第一面金牌 真的是可喜可贺 希望攀展队 接下好像还有其他的比赛 再接再厉 再接再厉 委员帮潘展乐大力的加油 刚刚也特别提到 这个心理素质的重要性 潘展乐完全是展现了高度的心理素质 我们也想要特别请教我们的网友 刚刚委员特别提到了 西方文化这种特别的英雄文化幼稚表现 您认同吗 您过去有曾经看过类似的案例吗 可以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持续来看看 潘展乐他在男子100公尺自由式 刚刚讲的真的好快 在前50公尺就已经以22秒28甩开众人了 最后是46秒40成绩强势夺金 同时将自己今年市井赛的保持世界纪录 再推进了0.4秒创下纪录 整场赛事碾压其他对手 但其实绝技不止于此 较长的游泳水道其实当初也难不倒塌 潘展乐曾经在2019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男子夺下1500米的自由泳冠军 被评为具备出众的速度爆发力 而且拥有非常厉害的有氧耐力 他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 对照美国的权威游泳网站 SwingSwing才评论 他说认为潘展乐缺乏大赛的经验 害怕吃浪连奖牌都拿不到 西方媒体这回是不是得改口了 潘老师过去教过那么多学生 您如何看潘展乐这位年轻人 年纪非常的轻 透过这场大战会怎么对变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所有的竞赛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 我们有我们的民族主义 其他国家有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 可是这个民族主义怎么来的呢 都是堆叠过来 就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时候 我们的民族主义会给我们一种非常巨大的动力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近代史上面 经常受到人家的欺负 所以现在当碰到这种类似的竞赛的场合的时候 我想民族主义可能会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推力 那我想说他刚刚讲了 他说他下水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 他说这么多人都在给他 给他希望 非常高的期待 非常大的这个希望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点 就是因为这个还没完 因为他还要参加其他的比赛 那所以说我想说整个完结束了以后 就是这次结束以后 我是觉得说 就要看易经的他里面的这个说法了 我引用一下 第一个叫做飞龙在天 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已经 这个是世界第一了 世界冠军了 那这个东西不一样 那可是呢 你到达这个顶点的时候呢 那这个东西就 你要有高明的技术跟艺术 来持营宝泰 而且呢还要抗龙有悔 意思就是说你到达那个顶点 因为永远 你已经讲得很清楚 你到达顶点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 要往下降的 那可是你要怎么样 能够持营宝泰 而且呢能够维持优势 那这个东西才厉害 因为他才19岁啊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 不管是体能也好 是他的这个心智也好 我觉得他应该按照我们老祖宗的 这个智慧 然后呢来加以为未来的这个下一届的 这种比赛呢 来先做出心理 生理上面各方面的这种准备 我是觉得说他非常的了不起 19岁就能够登峰 那是潜力无穷啊 那所以我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这个其实可以讲说是伟大复兴啊 确实是展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闪亮的这个光榜 那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啊 如果说像他这种人才的话呢 确实可以说作为一个这个民族的标杆 好确实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奥运上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其实呢包括美国跟中国大陆 都是两大的夺牌专业户 我们稍微来做一点回顾 其实上届的东京奥运 当时的一个奖牌榜 来看到成绩 美国的部分累积是39金 超越了中国大陆的38金 其实差一点点而已 这次巴黎奥运比到现在 中国队的部分我们来看到是 九面金牌稳坐了榜首 我们如果单看7月29号这一天 我们今天特别讨论的是 奥运会跳水总金牌榜 中国大陆跳水队已经获得49枚金牌 超越美国的48枚 也代表中国大陆跳水奥运金牌 总数正式的超越美国了 我们来看到体育赛事讲究的是策略 接下来如何看美中两大夺牌专业户 会如何寄出什么样的策略 又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其实今天我们关心的这位攀展 他就是曾经有做策略上面的调整 他曾经放弃过男子50米的自由的 自由泳比赛 店长如何看 首先大家要知道运动是一个国家的暖实力 好不说硬实力是你的经济你的军事 但是所有国家的运动到底怎么样 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强势 所以你看历届得到金牌前面的大概都是一些大国 对 绝对没有一个很小的弱国家 那这个排名的计算是以金牌 好比我举个例子 我觉得很偏颇的例子 好比说台湾这一次 铜牌跟银牌得了100面 可是金牌一面都没有 可是某一个小国有一个天才得了一面金牌 他的排名在我们前面 所以所有的策略是以金牌为准 只要你能够拿金牌 拼一拼就选择金牌 别的东西干扰到你的金属下 这样50米的可能干扰他 给他放弃掉 记住那个可能你没有罗金的那种很大的希望 体会 不要去拼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情报 因为大部分的运动是一种 不是跟你自己竞技而已 像游泳当然是跟自己竞技 大部分运动是你来我往打球 对不对 这个东西都是你怎么样我怎么样 那要有情报 绝对不是我们打个篮球比赛 就是我就拼命练我 我一定要知道这一次日本队 谁最厉害 谁在主控 我们要怎么样 谁怎么样 这个就是情报 这个第二个要做的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受干扰 因为很多东西 你会发觉他们都有下三难的手法 你看下这个东西 踢个水 因为踢到那个四足赛 好比说这个球队是有夺冠希望住这里 前天晚上一夜 人家那个地主国在那里 唱歌开趴 把他搞得一夜睡不好 这些都是一些很不道德的行为 然后最后我要再说的 就是你知道体育是一个国家的排名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觉得很有意思 我上次看到我真的几乎不信 前两届的四大运 四大运就世界的大学运动会 在意大利的拿破里 那个时候得排数 我说给你听 金牌 日本三三 俄国跟中国各22 美国21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 这四个大国强国在这里 上一次的是去年 在成都的四大运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得了103面金牌 美国得多少 是吧 一面 吓死人了 我一直在想说 那一定是疫情刚完毕 一定是美国在抵制 因为那时候又在抗中 所以他根本不派选手来 对不对 我一去查了之后 在这一次中国派了 大概是430位选手 美国大概是300位 他为什么只得一面金牌 你再不派一些 美国大学运动员 都是一些国手级的 那些选手 那你怎么只得一面呢 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讲 我非常好奇这一次 中美的金牌数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到最后 是谁赢了多少 奥运比的只是场上的竞技吗 当然不是 还有一关关的 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心的是 有黑幕 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狠手段吗 我们来关心的是 大陆的女子蝶泳 顶尖选手 这位是张雨菲 29日 她虽然在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中 是以56秒21成绩获得铜牌 但是颁奖后 好 这个事情就很吊诡了 她暗地里 泪水夺框而出 她坦言 这一次的奥运会的压力 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其实她没有讲太多 她只是说有这个样的压力 但是有网友就提出质疑了 她讲的压力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跟国际的兴奋剂检验 组织ITA有关系 针对中国大陆的运动员进行了骚扰式的检验 而且这个数据显示 10天之内对31名队员检查了大概200次的一个次数 其实非常的多 世界联勇也表示 巴黎奥运会赛前开展了 有史以来最全面严格的要检 而且中国的运动员仍均接受的检验次数是最多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选手经历了这些检查之后 仍然被意有所指的放话 到底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 委员怎么看 这是美国人耍的黑手段 怎么说美国人耍的黑手段 他事前就开始放话 他放话不是一般的随便讲讲的 他透过纽约时报放话 纽约时报照道理 记者写的 这个专人作家写的 要经过编辑审查 编辑以后还要总编辑看过 才会登上去 应该很严格的 你知道他登什么新闻吗 他说 中国这个游泳选手 因为中国运动人过去 有被检查过兴奋剂的记录 所以这也要加强检查 去帮他们辩护 那你如果就他的实际 中国的游泳队 过去有没有被检查过 新闻记的记录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那有没有中国运动员 被检查过 有新闻记的记录 有 几年前曾经被检查过 一只设计选手 还有一个叫做 小轮车运动的选手 那这两个跟游泳的东西 是毫无瓜葛的 可是那篇文章里面前面讲中国的游泳的成绩 那些讲中国运动员 他故意不讲游泳的 只能检查 所以什么 这个叫做鱼目混珠 一个专业的报纸 应该把事情 像我这样讲得很清楚 中国的射箭选手 曾经有一次 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选手里面 都有人被检查过 有兴奋剂的问题出来 那你今天先布这个局 接下来就来对中国选手怎么样 密集的药检 兴奋剂的检查 我算过 十天里面检查200 平均三个半小时不到检查一次 你要不要睡觉 你要不要睡觉 早上六点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九点再一次 对 平均总数就是三个半小时一次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会对这个游泳选手 造成很多的心理跟身体上的负荷 就是不然每一个人试试看 今天医师 你一出诊事 回来回来检查一次 隔一下之后 回来回来吃饭到再检查一次 你是把药检当吃药是不是 所以其他运动员没有这种情形 全部针对了中国游泳队 那这个事情还是中国的那个 谁对的什么营养师暴露出来的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啊 用先手自己 这个秉持咱们中国传统就是说 我这个心里 这个很坦诚 所以不怕夜半鬼敲门 我没有做亏心事 我干嘛夜半不怕鬼敲门 哪知道美国找了一堆鬼 整天给你敲门 这超可恶的啊 这不是故意搞黑手段 不管是什么黑手段 用这种方式来干扰 这是一个很大的干扰 很大的负荷 而张宇飞是一个 全世界公认的蝶货 就是蝶式游泳里面 女子蝶式游泳里面的 这个所谓躲金牌的佼佼者 就这一次呢 成绩大幅度的滑落 只得到了铜牌 那个人流泪 我们当然也感到很难过 他觉得压力很大 那也许压力有很多重 但是不能排除被积极腰间 严格腰间 多处是腰间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因为你不可能期待每一个人 都能够承受得出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有人可以度过 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潘展乐 他度过了这个心理压力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度过的 那这个时候就受到怎么样 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处理这个 那这些什么国际新闻剂检测组织 它是受到美国的压力 特别来针对中国的对作 因为美国人觉得游泳池 就是我的天下 哪是你中国可以挑战我 哪知道中国应要挑战我 就像什么 像国际经济一样 这个美国的企业打不过 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找茬 我打压中国的崛起 最早说中国是偷窃我的智慧财产权权 那后来中国的专利比他多 他不敢讲 就开始产能过剩 什么话都编得出来的 但是游泳池场上 用这种手段是不应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有奥运 奥运就是说 你不管在多少的纷争 分歧 矛盾 不管是国家之间 地域之间 民主之间 宗教之间 应该不管 暂时放下 让你派出来的运动员 好好的做公平的比赛 结果你游泳池上赢不了别人 害怕被别人赶过去 你却用这种耍这种黑手段 那如果未来在美国举办奥运 那还得了啊 他有地主优势 他跟胡便乱搞 所以美国人在这一点 是非常可恶 好针对美国的这个行为 我们看到国际奥运会 还有禁要组织 其实现在两方都是指责美国 说美国越权 然后威胁说将会取消美国 接下来在2028可以举办的 夏季奥运 跟2034的冬季奥运的一个资格 我们要来看美国的行为 到底是为运动员创造公平的环境 还是制造双边 如何看这种奥运的精神 请网友等一下也来留言给思敏 让我们一起来做讨论 同样一个问题请教 康院长您如何看 其实我觉得美国就是有点输不起 那事先它是看不起 现在是输不起 那输不起它用什么方法呢 它就找进各种的 不管是科学的不科学的 政治的等等等等手段 来抹黑对手 那这里面我是觉得说 当然这个里头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科学证据 因为他们一般讲的所谓的兴奋剂 是叫做提美塔奇 提美塔奇 这是一个拉丁文的一个字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这个 在尿意里面 验出来的这个剂量 到达一个什么标准的话 那就表示说你吃了兴奋剂了 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说 这个兴奋剂的这个剂量 他们做过统计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吃下一个一颗 这个提美塔奇的话 跟现在中方所验出来的 那个标准的话 差别很大 就是中方运动员 他们按照美国的说法 是说他们被验出来了 可是那剂量很低很低 而这个剂量很低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他并没有真正地去 食用这个所谓的兴奋剂 而是说这种 这个提美塔奇 它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什么地方来呢 可能是从我们的这个调味料 而且还有一种 它是从一个心脏病的 这个药丸里面 得出来这个 它的这个天面塔奇 那所以呢 这里头呢 就会引起了有一些人 这个有心人士啊 他们的这个怀疑 跟渲染 所以说导致了呢 现在呢 美国跟这个澳会啊 他们两边就开杠了 那意思就是说 到底这个问题 要如何解决 那澳会呢 已经觉得 你美国呢 在没事找茬 那所以 现在的 美国的这个情况呢 我是觉得说 因为他 财大气粗啊 他就按照 按照他的 这个规格 按照他的这个规则 来 评判 其他的人 那所以说呢 按照这种状况 我觉得这个澳会呢 其实他是 非常明智的 那当然他也有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 检查的这个数据嘛 那当然 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觉得 美方啊 他现在这个是 可以说是 无理取闹 那现在呢 我觉得他应该 改弦登章 不要自取其辱 好 现在是连国际澳委会 刚刚汤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都出面叫不公了 我们来持续的观察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 成绩之所以很好 就是因为背后 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努力 中国大部到底是如何 培养他的运动选手的 其实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西方媒体也都会有 非常完整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从1984年开始 就大规模参加奥运 得到的奥运金牌 75% 集中在六大运动项目当中 这当中包括乒乓球 涉及跳水 羽毛球 还有体操跟举重 每年送数万名的儿童 被送入政府开办的 这些培训学校里面 去训练 夺金项目从过去参与 比较不受西方欢迎的运动项目 现在倒已经和西方擅长的项目 就像我们今天聊的游泳一样 展开了正面正式的对决 北京的经验给予世界 什么样的启示 真正的体育国家 对又应该是什么样子 建长怎么看 每一个国家在发展 这个体育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希望人民 它的国民能够非常健康 这是它最基本的 发展的一个目标 在这种健康计划 我希望大家都喜欢去所有的运动 但接着我们就要去想 怎么样去夺牌 对不对 夺牌其实每个民族 它特性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吃农的 所以比较瘦小 西方人都吃肉 又高又大 那你就可以发现 但是体型就有某些 是适合中国人得金牌的 某些是西方的 就像他们选的那六项 它就是针对我们中国人 这个个性 你知道吗 好比跳水 你试试看 如果姚明这么大的个个子 他姿势跳得再好 他会得牌 我真正一头壮 一个下去就是一个大水花 那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针对 这个民族的特性 发展之类 这是一个发展国家的政策 那第二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要基础教育 要鼓励大家运动 而不是 你知道像现在很多地方 真的是运动课都没了 没错 就是为了生学 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让大家去运动 让大家去接触各式各样 也许我是高尔夫球的世界天才 可是我一辈子不知道 因为我一辈子没有打过高尔夫球 你怎么 所以你要让他接触 他会觉得 什么样会有兴趣 你知道吗 我发觉我比别人厉害 我这个兴趣就来了 我天天打高尔夫打得很烂 我怎么会喜欢高尔夫球 这是第二个 要让他接触 那第三个就是要试采 这是要去找人 那你知道我很喜欢游泳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 我小学的时候是棒球队 篮球队 手球队 田径队 我到海军外校 我天天就游泳 我天天在那练 后来我发现我不管 我假日怎么练 怎么练 我就是游不快 我后来发现了什么原因 第一我头大 主力大 那个游的快都要接一点 第二我手短脚短 我手非常小 你可能手掌都比我大 那些游的快你看那个潘展乐 你把他的翼展 210公分 我这个展开了大概只有175 就人的手展开了 跟高度一样 他特别长 这是他的天分 所以你在这挑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挑 你看那个叫什么 我们的那个棒球投手 他手掌一定很大 我这种给我练 十年也练不出来 所以要四人要去看 只要这样子的话 就能够去发展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 还是要鼓励全民运动 运动是为了国民的健康 接着我们再去想办法争败 好 谢谢 谢舰长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 这一集我们来关心的是 2024的巴黎奥运会 即将要开幕了 好 这一次呢 我们除了关心运动员的整个状况 还有就是现场的这个商品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制造的 有哪一些 现在呢 来看到包括了无人机 LED大萤幕跟体育用品等等 产品热销带动了奥运的相关的经济 央视也做了报导说 目前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 这个大陆生产的 三万五千多个巴黎奥运比赛 官方指定用了什么呢 乒乓球 是已经运抵了赛场 企业改造了生产线 还设了15道自动检验的这个工序 每100个球当中会挑出 三到五个来供奥运使用 这一集我们要特别来关心 今天谈了非常多欧洲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升温的时候 中国制造接下来如何大举的进攻在国际的这场赛事上面 惊艳欧洲企业消费市场 欧洲是真的会离不开中国制造找到取代的方案吗 今天一次来做解读 我们先来看到这场奥运 全城都在狂热 怎么看大陆的无人机刚刚讲了 前进到法国了 老外有吓到吗 委员怎么看 我们不得不佩服法国人 在巴黎奥运的很多的设计 很多的创意 那的确是世界设计之都 我浮烂 可是你会设计不会制造 也没什么用处 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他现在设计的很多说 要在足球里面装晶片 做最精密的设计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谁能够做 他不是做一颗 他做几千颗 因为赛场很多 而且每一场准备的量 非常的大 而且每一个球都编号都不同 谁做的 找中国大陆做 因为没有其他国家的厂商 做得出来 再来你手环 手环这么简单 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大陆做呢 法国很多厂商在抱怨 那法国奥委会就很委屈 我找你们你没有一个人接得下单 而且人家还把赔款摆好了 我通通包了 我一定准时交货 品质 如果不划算的话 我赔你多少钱 你没有一个法国厂商做得出来 那你说 不是四年前就要运动呢 很抱歉 他很多设计 都前几个月才设计出来 你知道那设计师 法国的设计师 真的很认真 一改再改 两改三改 改到最后制造世界 没有了 只有中国大陆生产机力做得出来 在经典的 他那个地板 就是开幕仪式 闭幕仪式的地板 是用LED做的 那个品质谁做得出来 财不会破 跳不会破 谁做得出来 只有中国的工厂做得出来 而且是面积很大 那个制造机器要很大 对不起 欧洲没有一个工厂能够做得出来 那你找谁做 找中国大陆做 因为中国大陆 那个北京上海那种大电视板 都要他做的 再硬了 没关系 你开规格出来 你只要设计得出来 我就做得出来 这个现在是中国的优势 那无人机更不用讲 无人机其实最麻烦的是什么 飞上去 不是我们看了无人机一个人在操作 不是 它完全靠电脑操作 而且要看互相之间自己是北 要把它撞成一团 而且那很复杂的图形 那这一套有这样软体设计经验 无人机操作经验的 全世界哪里找得到 没啊 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大大小小庆祝 不小心已经演个几万场了 都是在这么训练出来的一些高手 熟悉无人机的特性 那除此之外 那运动用品 比如说以前 做这种举重比赛 那个亚 那个什么叫 杠轮是不是 杠银 对 杠银 杠银里面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要把里面的这个金属材料做到均值率 什么均值率 就是里面平均分布率到99.9 对不起 这个标规格之后 现在只有中国做得出来 那你不是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还重新去买设备 买生产线 中国不用啊 县程生产线改一改就可以做了 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些订单 都由中国包了 那要不要骂中国产能过剩啊 怎么没有人骂中国产能过剩呢 为什么对奥尔会最重要的是 即时 即量 价格又合理 那这个条件谁做得出来 当然我们讲是讲义乌啊 其实我问过啦 义乌只占一部分啊 很多都那个订单都发包到什么 新疆啊 什么湖南啊 到处去这样才做出来的啊 对 难道又要骂新疆种族 被学吗 所以欧洲人很尴尬 又骂鱼啊 又血汗了 对对 血汗工厂讲没劳动 都讲不出来啦 所以你发现到说 现在欧洲对中国的批评 只剩下逢得来 其他人一概就没 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做出来表现很好啊 连那个什么 乒乓球桌球上的桌球都会发光 一碰到都会发光 那这谁设计的 平常心讲是华国人设计啦 可是谁做得出来 是中国做得出来啊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没有谁欠谁的好不好 好 这一次委员帮我们也刚提到的 这个非常多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之外呢 其实吉祥物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八成的吉祥物也都是中国制造的 另外我们也要来关心说 除了这种中国制造之外 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在AI的里面 他也加入这个元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增强了他这边的科技实力 来看到的是电视的直播观赛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画面来做放慢之后呢 可以有所谓的子弹时间来放慢脚步 看这些奥运会上面的这些项目 这当中包括了沙滩排球 网球柔道 篮球等等 好 这个技术呢 其实刚刚特别提到 是推出的是AI增强型多机位的 这个重播系统 是由阿里云跟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 一起来合作所制造出来的新的技术 我们也要来看到 现在AI加入在这个当中 随着这个转播系统 更新科技再进化 是否也在被优化 严老师怎么看 我想大家可能 就是过去我们看球赛的时候 或者看运动的时候 大家都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说球赛或者各种的这种运动 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第一次去在美国看现场的 这个美式的橄榄球 我就觉得说 接到了 怎么没有重播 我在等重播 因为平常在家里看电视 Touch down 然后下面就是重播镜头 跑跑跑 对不对 可是现场 一看没有 后来当然大荧幕就出来 一开头没有这么大的荧幕的时候 你就在等 结果想想原来没有 然后大家一站起来什么都没看到 就是变成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要看运动 因为我们眼睛真的跟不上 说老实话 所以包括你看 我希望未来那个冰上曲棍球 也可以看到它发光 因为跑得太快了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种让它能够透过慢镜头 能够看着子弹速度慢下来 那大家看的都不一样 譬如说好像有人说 当时他在跑中点线的时候 鼻子过去了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 转播是一个美国最能干的事情 但是技术可能慢慢中国慢慢学会以后 那就可以帮助整个体育的转播 会是非常很棒的一个饗宴了 好 除了科技实力上面 我们来看到这个大陆的软实力 大家没有想到是鱼子酱 好像都是西方的美食 但是近几年来 中国大陆把这个舶来品 现在成为本土的特产了吗 我们来看到在去年 大陆向全球市场出口 276吨的鱼子酱 比去年生长了大约3% 目前六成的鱼子酱 全球来说 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12%来自成都 要请华干哥来帮我们看 这个鱼子酱四年出口 竟然翻了两倍 这个黑金返销欧美 怎么看 不是 我们觉得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 讲那个欧盟 为了要逐关税壁垒 对付中国的电动车 对不对 好 电动车技术 我讲句实在话 是欧美越来越跟不上 中国的技术之外 那是先进科技 那你连这个民生科技 你都比不上人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美国就很气啊 现在要跟中国大陆 进口鱼子酱 是每年都是60% 都是中国的 40%是其他的 法国也一样 为什么到这种地步 就开始有人嘴酸了 只要讲到中国 东西就是便宜嘛 错了 中国鱼子酱 你知道它从五年前开始发展 到现在一年276吨 明年后年 不可限量的原因是什么 它去伊朗请70岁的老师傅来 你从开始养 到它可以 因为通常一只鱼 遇到那个鱼鱼 从鱼鱼里面取鱼子酱要8到12年 他请那个老师傅来 你给我看鱼池 看到它能够抓 能够杀 能够取卵 能够装到罐子里面 一体 从15分钟就做出来了 那是要多少年的经验 他说只要是中国做的 就一定是便宜的吗 他说不便宜 我们曾经为了水文 他说他们在四川亚安 为了要怎么样养出好的鱼鱼 西伯利亚鱼 养殖成功了 他们做了500多页的水文资料 用直写 还不是用电脑 就是人家花那么多精神 去做出这些东西出来 然后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 结论 讲结论 结论就是送到米其林餐厅里面 纽约跟巴黎的 三星到五星的米其林餐厅师傅都说 中国来的鱼子酱 好 如果说不好 你们凑合的吃吧 没有话讲 对不对 品质真的不错 不输鱼子酱大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前线